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白天機車資訊網 硬開箱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產品就是 明豐 MF320 四分之三 安全帽 長期收看我們影片的朋友 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這次開箱這麼簡單 直接破題了 因為過年的時候 我花很長時間在看我們的影片 過去歷屆每一支都看 然後就發現我的廢話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直接切入正題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有接收過 MF明豐了 如果你想看他的品牌故事的話 可以到我們之前所說的 MF318 的開箱影片裡面去看 那重點是 我們當時在介紹 MF318 的時候 一起不錯的迴響 雖然他是屬於入門的貌款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術 可是因為他所採用的 看翔永銀特製版的這個彩繪 真的太帥了 帥 很多不是騎摩摩托 就是你可能是對軍武有興趣的人 那麼看一看去 值得買一點回來收藏 那那個因為是限量箱 應該已經買不到了 所以沒關係 如果他們未來再有推一些 相關特殊的我們一樣會來做介紹 可是重點是在那支影片出來之後 很多人覺得說 我要支持國產 我也想要買明豐的安全帽 可是我想要更進階一點的 有沒有 有 就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 MF320 那 MF320 在明豐的定位裡面來講 他是比較進階的四分之三帽款 所以他在帽殼材質上呢 並不是使用一般的 ABS 而是使用他們獨家的高精度 ABS 加 PC 複合塑膠射出模具來製作的 所以他有通過台灣的 CNS 加強型的安規認證 包含了各方面的設計 包含帽殼本身呢 他都跟比較入門版的 MF318 是不一樣的 那除了帽殼安全性之外呢 他在外型上也有說突破 因為如果你去看 MF318 設計 他就是圓圓的 老實說很傳統啦 雖然他有加一些小小的修改 但實際二十年前看起來的帽款是差不多的 那現在大家都想要的是有角度的 比較帥氣的 你像他尾巴的這個尾翼 要的是這種感覺 但我必須要說這個尾翼啊 我們就稱呼他為尾翼 或是空力試劍就好 他是裝飾的 這麼允許 因為有人會講空力套件 我想說你又沒有經過風洞測試 你又不會騎到一百多兩百 我跟你說啦 有一些頂級帽款就是MOTO GP在使用 WSPK在使用的 他們真的必須去考量那些空力設計 因為沒有說我們比賽過程中 你在直線你會趴的很低 你的下巴會直接放在那個油箱上面沒有錯 但是你要稍微提高一點 那還是會有差的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是以通勤為主 一般使用的話 一來我們不會經過風洞測試 二來本來就不會去考量那樣的需求 所以他就是一個純粹造型上的裝飾而已 但我必須要說他做的很好看 有層次感 甚至包含他前面的進氣口這邊的設計開關 他做的很像飛鏢型 這種能能角角然後立體感 豐富的帽子 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在造型上我覺得他做的很好 有達到進階帽款 那另外一個跟造型跟使用也有相關 就是他的鏡片 孫國軍這幾天花了很多時間研究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鏡片有什麼特殊之處 首先他的鏡片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 就是他的鏡片下緣做了一個折角的設計 那這個設計除了他的外型上很特別以外 其實他對鏡片的強度也有很正面的幫助 他就很像在你的鏡片上面多加一根橫樑 可以幫助你鏡片在受到撞擊或者是彎曲的時候 有更好的強度不會破裂 類似寶桿那樣的概念嗎 寶桿或者是說我們 蓋房子不是都有樑嗎 他可以增加你平面的一個強度 好 那另外這個折角在空氣力學上也稍微有一點幫助 因為他可以更俐落更直接的把你的空氣往兩邊爬 然後讓你的帽體更穩定 然後空氣和風更不會吹進你的 你相信嗎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這個就是想像力 因為說你沒有經過風動測試 這種東西它其實你到底有實際效果 你有多少或是根本就沒有 不知道 是 我就把它稱為空力事件吧 但是我另外要講的是 不管它 因為你剛才講安全線上是有幫助 對 空力部分你不要去管 它有一個更好的事 它可以讓你在開鏡片所以有一個地方可以污 好把守的概念 我們常騎車很騎習慣 四分之三 我們都知道要去抓腳腳 可是現在他直接做一個 我覺得就算你今天 臨時出門同學朋友 剛認識的女生要坐你的車 你拿一點四分之三給它 如果你沒有特別交代 通常回來的時候 鏡片上滿滿的不值 現在有這個我覺得會比較好先 即便我們自己也比較好的地方抓 這個我覺得是好的 是 那另外一個我要稱讚它就是 它的鏡片長度 非常之長 我覺得這很棒 因為一來 帥氣 二來真的 你剛才講的 那個跟空力沒有關係 就純粹鏡片長 冬天你在騎車的時候 風比較不會灌進來 保護性比較好 或者是你在 夕陽 非常美好的風景之下 走西濱 你不用怕那些蚊子 會衝到你的下巴 脖子這邊來 下雨的時候也有樣貨 對對對 所以這個設計 我覺得它鏡片是好的 那但是這邊所說的都是 比較保護性 使用性的部分 有一個 我個人都沒有在操作 可是我覺得一般來說很重要 就是它的 快材機構 鏡片組 是它怎麼樣設計呢 它的鏡片座 就是換鏡片更加的簡單直覺一點 所以它是透過一個 撥桿和卡榫的方式 來固定你的鏡片 那這個會跟我們以往 比如說 你可能要先撥一個撥桿 再把鏡片壓進去 的這個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這一次MF320在更換鏡片上 會讓你更有信心 然後也更簡單的 這個部分我之所以不說 其實原因很簡單 就是 平常都不是我再換 都國軍再換的 所以你覺得跟其他的 就是差不多這種 我不是說入門級帽款 就是一般通勤 4分之3的帽款比起來 它是有比較好更換的 比較好更換 然後也比較有清醒 就是你如果有壓好 啪一聲可能是進去的 但也有遇過的狀況是 啪一聲進去 然後鏡片的 啪一聲就沒了 所以卡到時候你就斷了 好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 以鏡片本身設計好用 鏡片座你也覺得好用 是 拆裝OK 但有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嘴一下 我們有依說依 因為它這次寄給我們 其實算是 還沒正式量產之前的版本 但是我覺得它鏡片有點問題 因為你看它鏡片的後方 有一些Kick up 當然這可能是製作品 我覺得這毛邊沒有收好 沒有錯 今天你並不是一點很貴的帽子 但是我覺得既然要做 這個東西並不是做不到 它應該去修正的 是 我們跟明豐是好朋友 但這個東西我們看到就是要講 這樣分享才真實嘛 好 再來另外講一個 我個人不喜歡 但用起來覺得蠻棒的 就是它的內幕片 內幕片我不喜歡 原音講過很多次了 純粹醜 但是真的 你上班有時候難得早起 今天比較準時上班 那個太陽陽光照射在你的臉上 或者是下班的時候 就是 今天老闆沒有叫我加班 早點回去遇到夕陽 直射眼睛 那都很不舒服 有那一部分放下來就好了 那因為我覺得 如果今天像我們全罩帽 你可能出遊 或者說像要去練車幹嘛 我可以直接更換透明片 墨片 出發前就直接換好了 但是我們每天要戴的 上下班使用的帽子 它畢竟要應對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還是建議啦 外面的晶片你就保持透明吧 你不要說怕偷看妹妹看到 會不好意思 你不要去用很深的墨片 因為有時候真的 你今天可能真的比較晚回家 或是你今天臨時要去買個東西 要出去玩 到比較暗的山區啦 燈源比較少的地方 那是危險的 你用透明片去配內幕片這樣的方式 是比較好也比較安全的 比較好機動輕一點 講那麼多 重點是 我覺得它的開關做得很好掌控 而且內幕片也夠長 重點是大家仔細聽 它聲音很清脆 而且有個卡榫的機構在裡面 操作手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品的關係 但至少我這幾天用起來 我覺得操作上是很直覺很好用的 這一點我要給它加分 它是我少數覺得 好用喜歡的內幕片設計 是的 好那接下來就是一代的部分 那在一代的部分 因為FF320它是定位在通勤用的帽管 所以它是使用鋁合金的排插扣的卡設計 重點是它有通過台灣CNS加強型的按規認證 所以你不用擔心它的強度 它防護性一樣是很好的 重點是 輕輕一插就固定住了 因為我自己喜歡雙D扣 可是我發現路上很多人真的雙D扣 不會扣 亂扣 甚至直接就是扣它那個 小痘痘那邊 那個是給你固定好 然後額外多出來長度 讓它不要在那邊飄 怎麼會這樣子扣呢 所以它使用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是比較符合大眾需求 也真的可以幫助到大家 沒錯 OK好那再來 那在內襯的部分 它是用三件是抗粉化抗撕裂的海綿 然後搭配超細纖維的布料來增加舒適性 並且可以全部拆下來做拆洗的動作 那在兩側的EPS 還有預留藍牙耳機的耳機槽 那以我們常用的Cardo Edge的藍牙耳機 是可以剛好完全放入的 然後內襯也預留眼鏡溝 來方便眼鏡組通勤的時候做配戴 OK那上述是這一款MF320它的特色介紹 接下來進入最殘酷最真實的 使用心得分享 來孫國軍 這一頂MF320它標榜是亞洲頭型 但是在頭型的部分 我會覺得它跟我的頭型比較沒有那麼合 我會覺得它的帽體的內襯部分是比較長一點的 所以你不是亞洲人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們這次試駕的真實感受分享 所以呢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就直接說我覺得MF320它其實比較挑頭型 因為像我跟國軍戴起來 我們直接講負面感受 我會覺得耳朵這邊壓迫感比較強 而後腦這邊稍微空一點 還有頭頂這邊稍微空一點 好那這個是在標準尺寸 就像我平常是帶M號的 那如果我今天去帶M我覺得很擠 因為這邊被壓迫到 然後該頂住的地方沒有 我往上一個尺寸可能L的 可以 但是我又覺得 這尺寸沒有那麼的貼合 內襯上面那麼的貼合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如果今天單看貼幅度 以帽型對應頭型來說 我覺得它不是那麼標準的亞洲頭型 對 那它的實際世代感受其實跟之前KYT的MFJ 是很像的 因為我自己帶DJ系列的時候 我覺得很貼很好很舒服 可是MFJ的時候我就想說 是不是我不適合進階的帽款 我戴起來就沒那麼的適合 那這一款跟MFJ其實真的是 蠻相似的 他們在佩戴的頭感上 那種感受是很接近的 我覺得這東西很簡單 它內襯的舒服度 整個帽型各方面設計我很喜歡 但是它跟我的頭型在原廠沒有特別做調整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沒有那麼適合我 那這個東西我之所以要直接講出來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屬於通型型帽款 如果你買你是每天佩戴 如果不符合你的頭型你一定會不舒服 會比較痛 所以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你喜歡這個造型 你覺得它的相關設計你也喜歡 直接去店家試戴看看 是 這最實際 因為頭型配戴的感覺 這是很直接的 那這種通型型帽款 你就直接去試戴看看吧 我覺得這樣子 比較沸騎啦 對啦 這樣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我補充說明 如果你現在是戴KYT的MFJ系列的話 你戴起來覺得舒服 是適合你的 那它的頭型是會適合你的 是 這東西就是我們直接的感受 那貼服部分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通風 通風你覺得如何 通風性 首先它在頭頂的兩側有做通風口 然後在尾翼的內側 其實有做排風口的感覺 那它給我的通風的感受 比較不像就是那種暴力進氣 就是你會感受到風直接灌進來 畢竟它前面這邊也沒有 對 然後它給我的感覺比較像是 空氣在上面流動 然後透過這個流動 把熱氣總風給抽出來 所以整體的配戴感受 我覺得還是算是涼快的 就是你不會有悶熱感 然後也可以感受到 熱氣是有在被戴著的 因為我是一個時事求事人 我幫你的話簡單一點 你的線上翻譯官 克里夫森再度上線 是麻煩你 這一點帽子戴起來不會悶熱 就是它的熱其實可以排出來 但你要說很涼快 很暢快那種進氣感也沒有 那我就是說 真的很通勤取向 如果說你是要真的很涼快 就是隨時都有風吹進來 要感冒的感覺 你可能往更高階的帽款去找 以它的定價以它的定位來說 它所提供的就是基本的 讓你不要那麼悶熱而已 對 OK 好 那該說的心得分享 還有帽體介紹也都講完了 是 進入最重要的環節 它的售價是 速射款是2200元 DC聯名款是2800元 其實2200的這個速射款的售價 我覺得OK啦 就是它屬於可控範圍內 因為我覺得2000出頭 對一點有通過CNS加強型安歸認證的帽子來講 可以 但2800你就覺得 我都可以買到一些不錯的全罩帽了 這部分我要講 入門款的可以 因為DC聯名抽的比較貴 他們授權費真貴 是 所以那個他們價錢有往上 那這一次我們看到 我自己很喜歡的兩款就是 神力女超人的跟蝙蝠夾的配色 那這個我這邊提供一個小八卦 也不是小八卦 就是小彩蛋 這個設計呢 就是由我們台中黃先生 義大利知名設計師 我的好朋友 幫我設計全罩帽的黃先生來設計的 那其實他在設計的時候 他有很多的想法 可是因為DC他們在 這種你所使用的元素聯名上 他們有很嚴格的規範 所以來來回回修改很多次 但我覺得以實際呈現來說 包含神力女超人 包含蝙蝙蝠夾 其實都蠻有味道的 細節蠻滿的 你喜歡的話 我覺得可以嘗試看看不一樣的 那一天其實蝙蝠夾寄來之前 我本來想說蝙蝠夾 因為他們所授權的是漫畫版的 不是我們講的電影版 因為你真的去看包含Marvel 包含DC 他們其實每次授權都分得很細 就像最近大家會聽說 米老鼠的版權要過 要變成公共財了 真的假的 但是那個也只是當年第一隻在那個油輪上那個黑白米老鼠 後面的是不行的 就是每一代每一個世代 他們的IP所授權的範圍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是屬於漫畫版的 OK還好我拉回來 那他就會跟我們所得知的DC的電影版是不同的 那也沒關係 把電影版拍的不是那麼好看 你喜歡這種風格的話 我覺得可以來試試看 這個就是兩款售價 標準速射版是2200 那比較進階 DC聯名特試版是2800 是的 OK好 那最後我們來做一個結論好了 首先你來分享外型 外型的部分我覺得是好看 帥的 就是包含他的空力四件 然後折角的線條 還有外景片的造型 都讓這頂帽子變得更有運動感 更帥氣 然後我想年輕人應該蠻喜歡的 講得好像自己很老一樣 我跟你們說外型很簡單 如果你想要更帥氣 更特別DC聯名特試款 對 收藏也好 實際路上帶也好 吸睛度非常高 這個很棒 可是重點是啊 他有很多不一樣的素色塗裝 對 而且真的好看 那頂你拿過來 這個消光金屬紅 消光大家都喜歡 但是金屬紅的部分呢 我覺得質感真好 很特別 很有層次感 我以前其實不會太喜歡這種顏色 我都喜歡比較正色 但是這一頂我真的覺得看得很棒 他質感塗裝的視覺效果非常之好 所以你喜歡外型優先的話 MF3分你可以好好考慮 那在機能性部分 包含鏡片的長度 包含內幕片的使用感受 還有內襯的觸感 這些我覺得都很棒 只是我剛剛有講 頭型部分他並不一定符合每一個人 我覺得他比較挑頭型 所以有興趣的話 直接到店裡面去試袋看看 那總結來說 今天他的價格大概如果符合在你的預算範圍之內 你又要帥氣 機能性夠的話 我覺得他是很值得推薦的一頂帽款 至少 其實我覺得因為他顏色很多 你乾脆包涩了 你每天都可以換不一樣 包涩也是不少錢 假日用這個我覺得非常好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所推薦的 民風MF320的四分之三安全帽的開箱影片 我是小三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對不起 酒沒做開箱 再給我一次機會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MF320的開箱影片 如果想看更多新車產品相關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 我是小三 我是國君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真愛計較 掰掰